在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 美联储开启了无限量宽松 而对于个体来说 2021年登顶世界首富的马斯克 显然是最大的赢家之一 1971年出生 拥有三重国籍 管理着三家公司 富可敌国的资产 对于当下普通人来说 随便抽出一项 仿佛都不可自已 马斯克在关键时刻的每一次动作 在很多人眼中 都被认为是过于激进和冒险的 而事实上 几乎每一次 他都奇迹般的成功了 不得不承认 马斯克在方向的认定 和事情的把握上 有着超乎常人的洞察力 当然 这些都是在他擅长的领域 2021年12月31日 在新年前一天 马斯克在推特回答网友提问 下一次金融危机 何时到来时 他是这样回答的 预言宏观经济 很有挑战 我的直觉 可能是在 2022年春季或夏季 但不迟于 2023年 这波言论 引起了 不少人的恐慌 尽管很懂科技 也很懂企业经营 有魄力 也有冲进 但并不意味着 马斯克在金融领域 就是行家好手 再次 马斯克在推特上 就特别喜欢高调 而且言语戏剧 如果单从这方面来看 他更像是一个随信的网红 所以 以上的回答 也可能只是他 诸多无法捉摸的言论之一 当然 他的结论 也不是完全就没有逻辑 其实 如今一切的根源 始于美国 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 美联储的大放水 2007年9月 美联储将基准利率 从5.25%调降至 4.75% 开启了为 应对次贷危机的 一系列降息之旅 大家熟知的是 美联储 最终在2008年 将利率直接降至零 实行零利率的货币政策 开创了历史先河 但这还远远不是全部 为了将美国的楼市和债市 从泥潭中拯救出来 从2009年开始 美联储又开启了三轮 量化宽松之旅 将天文数字的钞票 投放到市场中 这导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从2007年的不足8000亿美元 快速飙涨至 4.5万亿美元 涨幅高达 百分之460% 无论将利率降至零 还是执行量化宽松政策 都是美联储所进行的 前无古人的创举 而2020年 新冠疫情的出现 更使得美联储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水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 2020年3月份 全球金融市场崩盘 欧美股市 在短短十几天里跌了 35%以上 也让人们见识到了 美股连续四次熔断的 史诗级场面 美联储 为了挽救彻底崩溃的金融市场 为了解决流动性危机 在2020年3月20日 开启无限宽松 这一终极武器 随后 美联储在短短一个月 就印钞了3万亿美元 并在过去这两年里 总共印钞 4.5万亿美元 给全球金融市场 注入了海量流动性 虽然2021年底 美联储最终宣布 加速缩减购债 及放缓印钞的速度 但其资产负债表规模 已近9万亿美元 大放水之下 过去两年 美国股市 虽然中间也经历了 几次大的调整 但从低点来看 已经出现翻倍式涨幅 比如 纳斯达克指数 2020年3月 出现30%的巨大跌幅 但在美联储 无限印钞后 纳斯达克 就从6631的低点 一路涨到最高1.62万点 涨了144% 除了金融股市之外 全球大宗商品市场 也不乏这种 过山车式的剧烈波动 2020年4月 原油期货 一度出现史诗级的负油价 而在美联储 超级放水的加持下 出现大幅度反弹 石油价格从负油价 很快反弹到80美元的 近年来高点 现在也仍然在 70美元附近震荡徘徊 还有美国的楼市 2021年 前10个月 美国房价指数 上涨了19.1% 创45年来 最大增幅 而全美地产经济协会 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11月份 美国二手房售价中值 今年以来 上涨14.5% 至35.39万美元 涨幅创2000年 有记录以来的新高 2021年 购房抵押贷款高达 1.61万亿美元 也刷新了 历史最高记录 毫无疑问 这些市场 都出现了严重的 资产泡沫化现象 再就是 美国国内 严重的通货膨胀 美国11月份 CPI数据是 6.8% 创了40年来新高 与此同时 无限量的放水 也扩大了贫富差距 这背后的逻辑是 穷人倾向于消费 但收入不足 富人倾向于投资 将大部分收入 用于投资 财政和货币 持续扩张 利率越低 富人资金越充足 投资越多 但占大多数的 中低收入者 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 导致部分领域 投资过剩 产能过剩 这又会让富人 将资金配置 从实体投资 转移到金融资产 虚拟资产 推动 房地产等的价格上涨 形成高资产泡沫 但这些并不能提供 更多的就业机会 而高资产泡沫 如高房价 又进一步 压制中低收入者 拉低了增长 同时增加了债务规模 而贫富差距扩大 进而导致社会撕裂 市场割裂 经济冰火两重天 此时 经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货币越多 越是击中难返 而下一阶段 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 取决于美联储 是否能有效退出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执行加息周期 理论上 加息到一定程度 等同于戳破泡沫 如果真的有 那么短期内 对美国的股票市场 和房地产投资市场而言 无异于金融危机 那么 马斯克的观点 就会成立 但如果 没有加息 或者加息幅度 并不大 那么全球的美元 并不会在短期内 快速地回流美国国内 美元贬值也许会缓和 但泡沫 依然还会继续吹大 而明年 美联储是否加息 何时加息 加息力度多大 主要取决于通胀 如果通胀率降低 就业不振 美联储 会延缓加息的步伐 如果通胀率继续上升 就业持续复苏 美联储加息 就会更加果断 如果通胀率高起 就业不振 美联储一样 也会加息 但就像 美国前财长 康纳利的那句名言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 却是你们的问题 如今 新兴市场 面临滞胀的压力 这个制 主要指经济下滑 就业率增长缓慢 国内消费不振 这样主要指 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 资产泡沫 和债务风险巨大 在后疫情时代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印度等新兴市场 都没能率先复苏 甚至深受疫情和债务的困扰 部分新兴国家 很多信贷流入国有企业 大型企业 基建 房地产以及出口制造产业 很少流入到 家庭及消费市场 再加上收入分配 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 新兴国家普通家庭 购买力不足 消费市场不够旺盛 上游的价格上涨 难以传递到终端市场 没有出现像美国一样的 普遍性通胀 但这 并不是什么好事 取而代之的是智障 尤其是偏向于智 具体表现为 内需不振 消费不忘 房地产基建 以及上游产业投资过剩 债务风险堆积 经济增长 依赖于出口市场 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 反复的大水漫灌 导致全球资产膨胀 金融体系非常脆弱 小幅度的加息 就容易刺破泡沫 比如 2015年美联储加息 就非常的缓慢 但2019年 加息力度稍微增加 全球金融市场 已然无法承受 而美联储 2022年货币政策转向时 一些新兴国家 必然会出现 新一轮的危机 一是外债规模大 外债占比高的国家 容易爆发债务危机 比如 80年代初的 墨西哥 巴西 阿根廷 以及如今的土耳其 都是外债占比高的国家 当美元加息时 外债负担增加 这些国家无力偿还外债 而爆发债务危机 二是外汇储备少 银行及货币信用不坚挺的 开放型国家 容易爆发货币危机 比如 1997年 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 泰国和韩国 都面临外汇枯竭的危机 总的来说 美国的通胀率 是很关键的指标 大通胀 是终结宽松的最后手段 如果没有出现大通胀 资本泡沫危机 会限制 美联储加息的步伐 美联储大概率 会向金融市场妥协 但是 如果爆发大通胀 根据沃尔克当年的经验 美联储不得不在 控制通胀和资产泡沫崩盘之间 选择前者 如此 美国 欧洲 及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 必将上演灾难大片 而如今 全球金融体系 正在加速变得更复杂而棘手 任何一国都无法 单打独斗地 对其加以管控 如果几个较大的金融体系 陷入日益激烈的 地缘政治竞争 那么这次金融危机的风险 将会有多大呢 我们无法预测 不过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中 20国集团 齐心协力 推出了 一系列应对举措 但这一次 我们似乎很难看到 团结的迹象 通过全球经济形势来看 全世界 都可谓是增长乏力 全球不稳定情绪 在增加 甚至发生 较大战争的可能性 也在急剧升高 或许马斯克 也是看到了这一点 才说出了 上述那番话 无论马斯克的预言 是不是戏言 但至少作为一个 有一定前瞻性的企业家 也还是能 提前秀出一些味道来的 所谓春江水暖压先知 正是这个道理 那么 马斯克这个预测 到底准不准呢 还有半年时间 也就基本可以验证了